5. 澳門日報 連鎖加盟而結合本土元素 2015年7月4日經濟 本部消息 近年常建議連鎖加盟作為企業擴展方式 不同地區的連鎖加盟團體認為該方式可減少風險 讓加盟者容易跟進學習 當中以餐飲、零售等最為普通 以特許經營方式發展時 建議提供有效支援與加盟商 並要結合當地市場給予一些本土塊元素發展 在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商機論壇的最招國際創業圓夢環節 由澳門國際品牌企業商會副理事長何敬倫主持 來自葡萄牙特許經營協會理事長馬托斯克里斯蒙瑞瑪茲表示 金融海嘯以來 葡國很多品牌分和外拓展市場 以特許經營模式相對容易 因當地加盟商屬式市場 減少風險 目前連鎖加盟方式在葡國級納約6萬人就業 且加盟市場一直增長 約四分之一的加盟店已到西班牙發展 目前投資2.5萬歐元的投資額最常見 當中以零售為主 台飽和轉戰內地社團發言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理事長李逸東表示 台灣本地的連鎖加盟品牌有700多個 因市場飽和 有一半品牌已到內地發展 當中以餐飲模式最容易進入其他市場 故有娛樂城市餐飲品牌 且已有一些餐飲品牌到美國、歐洲發展 它自身經營的餐飲公司已加入菲律賓市場 明顯計劃落會澳門 認為未來是連鎖產業服務的年代 不過 對於新興的民創產業利用連鎖加盟方式發展 門檻可能會較高 韓國特許經營協會會長趙東認為 韓國發展特許經營以沙多年 競爭很大 故不少品牌到海外發展 並藉著現今肯業的韓國流行文化作為推廣加盟品牌 該協會提供外地法律制度與資訊 減低到海外發展的風險 加盟總部要支援日本中小企業證斷協會 東京支部特許經營研究會會長伊騰宮表示 以特許經營拓展國際市場是好機會 讓加盟商容易跟進 但要兼顧本土元素 故而放開部分權限與加盟商 容許它們有一點變更 但強調不宜把所有工作都給予當地加盟商 加盟總部亦要作出支援 共同合作 Delifference 國際零售特許經營市場總監 赫爾拉斯·菲·布里斯赫拉克斯指出 發展特許經營要了解市場及競爭對手 結合當地消費習慣 然後確立自身定位 過去發展特許經營並非一帆封信 曾試過退出一些國家市場 主要沒有很好的支援加盟商 沒有很好的選擇合作伴火等 故吸取經驗 如一些產品在歐洲受歡迎 其他地區未必行得通 會思考問題 神挑有能加盟商在加盟創業之實戰備級環節 邀請澳門及香港的創業企業分享經驗 澳門連鎖加盟商會主席黃仁文主持 香港Chocolate I.E.R.創辦人及執行董事洪正雲表示 數年前成立品牌 之後開始招加盟商 如今加盟商涉及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內地 加盟商除發展零售業務 還可做批發 但再挑選加盟商十分謹慎 希望對方有能力營運一家實業公司 懂得營運 而非單純像潮流的零售店 與澳門旅遊零售市場輕旺 但經濟有高低起伏 躺指漢作零售 可能無法長久經營 來自澳門的一本創意總經理 外賣仔外送服務平台創辦人李文樂指出 該公司外送服務以電單車送外賣 雖面對人之壓力 但希望可以打造有活力外送車手團隊 建立一套企業文化 讓加盟者感到高興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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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